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得意啊 你看我五十六了 还能生儿子 一高兴 给他儿子起名叫五十六 不过他本名不叫山本五十六 他爸爸姓高野 叫高野真吉 小山本以前他叫高野五十六 只不过呢 这家里太穷了 日子过不下去了 把他过继到一个姓山本的贵宿家庭 后来呢 他就改名叫山本五十六 小山本呢 他呢 发育的比较晚 十八岁那年 他才个头一米五九 所以老话讲 就小日本小日本嘛 你别看他个小 但这孩子呀 打小就特别倔强 要强不服输 脾气死绝死绝的 那家里人一看他这么个脾气秉性 就把他送到了日本海军的军官学校学习一下 等毕勒彦呢 成了一名剑习 剑习使馆 到这个战舰上去实习 从他去实习 一直到他当上海军将领 他就一直喜欢出入日本的异级界 就是机馆 异级馆 跟这些异级一样 混得很熟 当然日本的异级比北京的八大胡同 肯定是要高级一些 他为此还得了个外号 叫八毛钱 这八毛钱咋回事 有人说 你出入那个地方 这八毛钱下不来吧 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是这样 那个异级呀 在陪客人的时候 除了唱歌跳舞 还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 包括给客人剪指指甲 那时候有很多男的 不注意个人卫生 手指甲留天脑肠 里面还有泥啥的 特别脏 这异计就拿着剪刀给客人剪指甲 按照当时日本的消费 捡一根指甲要一毛钱 这玩意就跟那个澡堂里面 搓澡修酒一个概念的收费 两只手一共十个手指头 按说捡完得收一块 但是到三分五十六时 只能收八毛钱 因为在1905年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时候 当时三分五十六时一个士兵 一炮打过来 插上那个他打死 打完之后 他的左手食指和大拇指都没了 他就剩八个手指头 所以只能收八毛钱 八毛钱这个外号是这么来的 三分五十六他还有一个技能 就是赌钱 他这个人嗜赌奴命 那时在他在欧洲留学期间 没事就去摩洛哥的蒙特卡洛赌场 看人赌钱 看完了自己去赌去 他赌数非常高超 到最后赌场都不让他进门了 太厉害了 很多年以后他去了日本军部 也都非常得意 说天皇就应该把我派出去周游世界 让我把全世界的赌场都走一圈 我估计一年下来 我能给军部争一艘军舰回来 就这么霸道 很得意 三分五十六他自己说 我既是一名军人 又是一个赌徒 这两者之间 某种程度上意义是相通的 那这两者差距那么大 怎么就相通了 他有他的理论 他说赌徒需要演技 你拿着好牌 没飞色舞 拿着烂牌 拍着我的妈娘 这人你赢不着钱 所以需要演技 那军人也是 这做到太深崩于前面不改色 还有 这赌徒下注 怎么分配自己的筹码 就跟军人行军打仗排便不振一样 再者 无论是赌博还是行军打仗 都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 运气这东西 看不见不不着 但是有时候比能力和实力更重要 从他这些话就能看出来 他作为一名军人 是把战争当成了一场最大的赌博 把战场当成了最大的赌场 他指挥的偷袭珍珠港 就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场著名的豪渡 日本偷袭珍珠港 咱们都说 小日本啊 这挺不地道的 都不动就搞偷袭 好像很不讲国与国之间的游戏规则 但是呢 平行而论有啥说啥 单纯看这个技战兽的角度 这场仗打的是很漂亮的 跟咱们中国历史上的 肥水之战 赤壁之战都差不多 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很漂亮 其实最早呢 三万五十六并不支持日本偷袭珍珠港 我们都知道 1937年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当时想的是啊 赶紧结束战斗 速胜 当时不有个说法吗 三个月灭亡中国 可是呢 中国呀 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战略奖 这人跟我500年前是一家 也姓奖 叫奖百里 他就提出来 我们要以空间换时间 与此同时 毛主席也发表了著名文章 《论持久战》 就等于是日本陷入到中国的战争泥潭里来了 后来呢 日本军部提了个说法 要以战养战 就是一边打仗 一边掠夺 亚洲的一些资源 为战争所用 可是亚洲的资源呢 隆共就那么多 日本捞着捞着就捞过界了 就捞到英美的势力范围上去了 你像当时的菲律宾 马来西亚 还有越南老国 都是英美的势力范围 美国人你看这我不能惯着你啊 要守着日本 怎么办呢 对他们搞海上禁运 尤其是石油禁运 这下可插了日本的废国网子了 因为日本是个岛国 石油资源呢 非常依赖进口 从美国那进口 尤其是现在要打仗 更是对石油啊 非常的需求 美国对日本搞石油禁运 日本非常难受 就想着说能不能 给美国打一下子 把他给打腾了 你让我难受呢 我也让你难受 以陆军的东条英纪为代表 强烈的要求 要跟美国开战 山本56是坚决不同意的 因为日本呢 跟美国打仗 战场在太平洋 陆军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但是海军去打仗 动嘴皮子在是你们 出力的可是我 你们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还有就是山本56 他早年当过日本驻美大使 他太清楚美国是个什么家里了 他就跟日本人说 说你们要是看到过 底特勒的汽车城有多繁华 要是看到过德克萨斯的油田有多大 你们谁都不能同意 咱们跟美国打 人家的家里太大了 咱跟人拼不起 但是后来呢 日本军部啊 是王八师乘驼铁了心的 上下一制一定要跟美国开战 那山本56啊 作为一名军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那既然都说打 那就打吧 作战方案计划 都由山本来制定 那山本啊 权衡了一圈 最后啊 定下来 要打美国 先偷袭珍珠港 但是呢 偷袭珍珠港啊 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如果不把这三个问题解决好啊 就很有可能身败名利 哪三个问题呢 首先就是 日本它距离珍珠港 有三千五百海里那么远 这个距离 你说我浩浩荡荡的 出动军舰 出动飞机 美国那边能没有反应吗 一百里 两百里可能没什么反应 三千五百里不可能没反应 再者 十二月份 天际因素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如果一旦点子背 把军队带出去 中途遇上暴风雨 很有可能全体交代在半路上 别说打仗了 能不能把部队全学全学的带回来 都量数 因为日本呢 在这上面历史上占过便宜 他们自己太清楚怎么回事了 那是在元朝的时候 忽必烈要去远征日本 两次进攻 两次都全军覆没 说怎么回事呢 要真说真刀真枪去干 小日本一个顶三个 那也打不过元朝 当时元朝铁骑在十三世纪 打得全世界满地找牙 何况你一个日本呢 可是奈何老天帮忙啊 两次出海 两次碰着暴风雨 飓风 还没能登岸呢 自己这边先沉了 这给日本人感激了 说这是老天爷赏赐给我们的神风啊 这是保佑我们日本 所以到二战末期啊 日本搞那种神风特攻队 希望能够再次得到神明的庇佑 看他们那个样子啊 是既可怜又可恨 这是第二点 天气因素 还有就是啊 你说咱们派飞机 派军舰这么劳实远征 如果到了珍珠港 那些飞机和军舰出港了 不在港口怎么办 你说我把那港口的房子炸一通 这可不是玩空镜啊 我们是去偷袭的 不是去搞拆迁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当时啊 神明的武器是这么考虑的 首先必须得把攻击计划 定在12月份 12月10号之前 因为根据天气预报 12月10号以前 这个太平洋上的天气都是好的 没有问题 可以出海 至于12月10号之前 具体是哪一天 山本把它定成了12月7号 因为那天是礼拜天 美国人都休息 美国人对于礼拜天休息的观念 那是根深蒂固的 你想让美国人在礼拜天加班 相当困难了 当年巩俐就是去美国拍戏 他就想着呀 这有一个桥段没有拍好 这人物感情什么的没到位 就想着能不能重拍一下 按说这是演员敬业呀 如果要搁国内 这么大里面想要重拍 那甭说了 这剧组搭棚子就干通销了 但是美国人可不关大了 这灯光 剧屋 还有摄像 都不搭这这茬 老子周末就配家 配老婆孩子 谁伺候你呀 由此可见 这个美国人对周日休息 雷打不动 那天正好也是星期日 美国大兵都休息 在宿舍睡觉 军舰也没有拉出去拉链 就停在港口上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这保密工作怎么解决 3500公里浩浩荡荡地开过去 山本就定下来 说咱们全程都要搞无线电静墨 飞机与飞机之间 飞机与军舰之间 全程不需要交流 你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就给我闷头往前飞 也是很幸运吧 这3500海里走开来 中途连一艘美国的渔船都没碰到 我说这要是哪个船员抬头一看 我这个天哪 这是干什么呀 他们要跟美国汇报 那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 所以说一方面是运气好 再一方面 356运筹得当 打了美国一个侧手不及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 日本海军出动了6艘航空母舰 击缠了美国12艘战略舰 港口里的飞机几乎全部被毁 还有2000多名士兵因此而丧命 而日本方面只损失了55架飞机 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这场战斗下来之后 三本56在日本国内一战封城 那么接下来 三本56打算再接再厉 必其功于一 不想给美国喘息的机会 因为他很清楚美国家大业大 要是一直耗害去跟美国拼不起 他想再接再厉 打哪呢 想了半天 打中途岛 中途岛这个岛呢 其实挺有意思 它呢正好是位于 日本和美国家族的中途 就是说 日本离中途岛的距离 和中途岛离家族的距离是一样的 它也正好是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途 这个岛是很有战略意义的 如果把它打下来 那美国等于说是门户洞开 如果以它为基地 直接可以向美国本土发起进攻 美国这么多年 为什么能安安稳稳的发战争财呀 就是因为自己孤权海外 本土没有到处过进攻 如果中途岛被拿下了 那美国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所以这个诱惑力相当大 但是这个时候 美国的情报优势就开始体现出来了 它想偷袭中途岛 这个电文被截获了 所以来了一出守株待兔 瓮中作别 提前的就做好布置 等着三万五十六进来 这一场仗下来 那山本的运气可就没有珍珠港那么好 几乎是全军覆没 日本经此一战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马上在太平洋战争中处于下风 之前偷袭珍珠港建立的那点优势 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啊 山本五十六个人也该是走向灭亡的时候了 那是在1943年的4月18号 刚刚经历了一场败仗 山本五十六啊 就打算去南太平洋视察一下 顺便呢 鼓舞鼓舞这个非常低落的士气 但这个消息被国民党重庆军机部的一个特工给截获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池布周 非常了不起 其实我在之前讲谍战龙潭系列的时候就提到过 这个人之前呢 还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辩文 只不过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不相信 这次罗斯福他不敢不相信了 对山本五十六的行踪非常重视 并且指示美国海军干掉他 那美国海军呢 派飞机出来 把山本五十六的专机给打上了筛子样 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柜子手啊 就此彻底走向了灭亡 那么平心而论 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山本五十六呢 首先得说他作为一名海军将领啊 是非常出色的 绝对是个人才 可是呢 没有参与保家卫国 没有呢 为人民为福祉 反而成了日本法西斯的帮凶 去残害其他的国家人民 这就要说明啊 一个军人虽然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但是如果不懂得为何而战的话 就不配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 只能是一个柜子手和杀人机器 另外 他的那种赌博理论呢 固然是可以使他短时间之内获取成功 甚至一夜暴富 但我们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干什么事 都要用一种豪赌的心态 恨不得向死而生 那么他就缺乏稳定的根基 这种成就啊 很有可能 怎么来的 最后就会怎么输掉 好 感谢您听我讲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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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